华尔街有一批交易员在豪赌 赌利率明年降到2.25% 他们在担心什么呢? 为什么期待美联储会出现如此大幅的降息呢? CFO们的调查也显示 他们对经济越来越没信心 还出现了一个矛盾 那么这反映了未来美股什么样的风险呢? 年收入15万的美国人也不好过 一大批高收入的人开始担心付不起账单 未来消费到底有多大威胁呢? 今天亚马逊市值突破2万亿大关 还要对拼多多下手 美光的财报后则出现大跌 皆是了未来新品板块最大的风险 那么就开始今天节目吧 今天的市场难得比较统一 三大股市出现小幅上涨 纳指领涨0.49% 道指最小为0.04% 板块方面 今天非必需品 科技、通讯交流上涨 取板块下跌 非必需品 涨进2% 能源则领跌0.86% 对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 阿吉想提醒一下各位 记得打开频道的小铃铛 调整成全部 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阿吉的任何视频 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首先我们来说说 债势和利率的情况 今天彭博报导称 交易员们在好赌 赌未来9个月 美联储会降息300个基点 如果实现 那么明年一季度的利率 将会直接跌到2.25%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为什么交易员们会有这样的预期呢 文章指出 过去三天 期权市场的数据显示 对利率下降300个基点的压注显著升高 总共增加了1300万美元 而且还有基于上升的趋势 而这样的利率结果 但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 除非美国陷入衰退 否则可能性非常低 如果从调期市场来看 普遍交易的合同 暗含的降息幅度 是今年降息45个基点 也就是非常接近两次的水平 但保留一定的可能性 美联储只会降一次 换句话说就是 现在市场参与者还是普遍认为 美联储年内会降息两次 而到了明年年底 则预计会降145个基点 也比美联储的125个基点要多 整体更加乐观 彭博就表示 期权市场这样的豪赌 其实更像是对冲 现在市场的共识已经很强了 在经济数据保持坚挺的情况下 美国实现软着陆 几乎是板上钉钉 甚至有可能不着陆 如果劳动力市场 还可以继续扩张 那么就可以做到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空胀下滑 而这样的结果就意味着 整个市场 对经济的乐观预期很高 此时就有一些投资者可能认为 这么一致的预期可能存在风险 万一下半年 经济出现意外动荡 不得不防 所以开始建立一个对冲仓位 这个仓位应该能够在 经济骤然下行 美联储快速降息的变化中受益 在美联储的隔夜利率市场中 交易员们也在不停地买入 8月的合同 如果美联储在7月31号的会议上 意外宣布降息 那么这些合同将会受益 这批摩根的分析师就表示 从布局上 风险还是更偏向利率上行 或者不断延后降息 直到经济出问题 公司6月24号的调查就显示 那一周 客户们的整体多头仓位 创下三个月来的新高 RG认为 从过去的经济数据上看 美国未来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 有小幅的上升 比如上次的大飞浓 失业率就来到了4% 但整体的水平 确实还是比较低 而对冲是有成本的 我们投资者需要考虑的是 根据目前对衰退的可能性 我是否愿意支付这样的对冲成本 我自己是倾向于认为 下半年宏观上的变化 可能不会太大 美国的经济依旧保持稳健 最多出现小幅放缓 空胀则缓慢下滑 在这种环境下 宏观和基本面的风险 会相对来说低一些 更需要注重的是预期 和情绪面上的风险 比如华尔街 对盈利预期太高 或者投资者 太乐观 所造成的回调风险 但除了这些以外 成体还是看好下半年的行情 说到衰退 我们接着聊聊一份调查 CNBC最近就做了一份企业的CFO调查 结果有重大发现 CFO们对经济越来越没信心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其实现在的经济 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很快就要恶化了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根据CNBC最新的CFO原桌调查 有54%的CFO认为 未来最大的风险 是消费需求下滑 而这个比例 在上个季度还只有37% 去年同期则为18% 出现了显著的上升 一位匿名的金融服务机构CFO就指出 他们公司的数据显示 虽然消费者们还在旅游 也还在出去吃饭 但消费的金额在逐渐地下滑 CFO还说 消费者的行为 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他们不像以前 会突然大幅削减 某个领域的消费 而是逐渐降低 试图用更便宜的方法 来满足需求 另一个食品公司的CFO就表示 他们现在公司的首要任务 是注重性价比 甚至提出了性价比战争 这样的说法 在美国银行伦敦的 投资者峰会上 沃尔玛的CFO就提到 二季度和去年同期比起来 会是今年最难的一个季度 而且特别强调 会和今年一季度完全不一样 Target也宣布 会在今年夏天进一步降价 体现了企业们 对消费者挤压 感受是越来越明显了 一些分析就指出 出现这样的现象 是因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 并没有显著的弱化 人们还有收入 只不过在高通胀的环境下 会发现自己买到的东西 越来越少 所以就在变得越来越抠 也就是说 如果未来劳动力市场突然恶化 那么这些本来就勉强 自己的消费者 可能会突然消费不起了 这就可能会造成消费数据暴跌 经济增速跳水的情况 CFO们则普遍认为 劳动力市场不会突然恶化 他们调查中预计 通胀的下滑会更缓慢 所以利率会保持在更高的位置 42%的CFO认为 通胀在2026年以前 都不会回到2%的目标了 只有29%的人认为 2025年上半年就能够达成 通胀维持的时间更长 一部分是因为供应链和疫情相比 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企业们更追求安全性和稳定性 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上面提到的消费 消费如果没有显著下滑 那么价格也就很难快速回落 最近 克里弗兰联储的经济学家就表示 如果经济不衰退 那么通胀回到2% 可能还需要3年 也就是要到2027年 美联储才完成目标 他解释到 最后一公里会很难 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 通胀就变成了企业和消费者的最后博弈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通胀还是正的 也就是说物价还在上涨 问题就是能涨多少 企业们为了不想利润萎缩得太厉害 就不停地测试最大限度的涨价幅度 而这又会反过来 让消费者要求企业提升工资 那么一旦企业提升了工资 就想要尽可能通过涨价来回收增加的成本 如果谁都不愿意妥协 那么这就会造成空障的内生力量 起码会让指标保持顽固 这在历史上也有证明 在2012年至2019年期间 PCE12个月的结尾均值 只出现了0.5%的波动 而这中间有6年的时间 CFO们调查中 还表达了对整体经济和长期利率的看法 鉴于这样的通胀预期 92%的人认为 10年期国债利率会在今年一直维持在4%以上 而上个季度这样的预期不到一半 有三分之一的CFO认为 经济可能会实现软着陆 比上个季度下跌了15% 还有54%的CFO们认为 经济可能已经衰退了 或者正在准备衰退 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下半年之间发生 还有58%的CFO认为 川普会当选 而拜登只有12% 阿基认为 这份调查有一个矛盾 一方面CFO们担心 消费者需求下滑 但另一方面又认为 通胀会更晚回落 这两者很难同时出现 不过通过CFO们的顾虑 我们也能看出 未来美股上可能最值得关注的风险 那就是盈利增速下滑 利润率受到挤压 需求下滑会影响营收增速 也会影响企业们能够涨价的空间 而通胀顽固 则会冲击成本 挤压利润率 所以未来这两者 可能会造成市场的估值调整 造成下跌 值得注意 另一边 费城联储的调查 也在进一步验证CFO们 对于消费需求的顾虑 调查统计了年收入超过10万的美国人 里面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对于未来半年 钱到底够不够花 有顾虑 担心无法收支平衡 而去年同期 则为28.7% 出现了不小的上升 其中财务最健康的一批人 也就是过去一个月 能够把账单都付清了的人 情况也在显著地恶化 担心入不敷出的比例 从原来的20%不到 上升到了超过25% 这些人一般来说 年收入都超过15万 那么为了应对担忧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高收入人群 就选择降低消费 途中是联储调查的结果 黑色代表全体消费者 蓝色则代表 年收入超过15万的人群 可以看到降低休闲消费 向外出吃饭 看电影 是所有消费者的首选 但也有不少人 开始选择降低食品和医疗 等必需的消费 还有像亲朋好友借钱 少付账单等 高收入的人 则更多选择找第二份工作 或者从退休金里面拿钱 如果看调查当中 对财务压力变化的统计 可以发信息有趣的现象 最直接的观察 就是所有的人 不管年龄 性别 足以和收入水平 压力都在变大 其中黑人的财务压力 涨幅最大 为6.2个百分点 另一个就是 并不是收入越高 压力越小 途中年收入15万以上的人 压力增长 比所有其他收入水平的人 都要大 只是绝对比例上 还是更低一些 只有7%的人 付不起账单 RG认为 一份调查还不能下 很明确的结论 但当多份数据都只剩一点的时候 结论就很明显了 那就是消费者确实在回撤 这对于通胀来说 显然是个利好 但同时也提升了下半年 每股营收增长的风险 特别是消费股 值得注意 我们还需要观察的是 当消费股营收放缓的时候 是否会造成进一步的裁员 导致失业率上升 引发更大的经济问题 下面来看个股消息 亚马逊今年上涨超过了3% 首次突破了2万亿美元大关 也让年初至今的涨幅 扩大到了近29% 现在亚马逊和谷歌 都突破了2万亿大关 谷歌是在4月底的时候 达到了这个里程碑 而微软 苹果和英伟达 已经突破了3万亿了 这五家大科技加在一起 市值总和超过了13万亿 超过了欧洲 最大交易所Euronex股票市值的总和 相当于日本股市 或者中国上海交易所 市值的2倍 这个变化也继续提升 大科技在股票市场的这个比重 从走势来看 亚马逊年初的时候 就延续了去年年底的上涨行情 然后在一季度 财报公布后不久 创下历史新高 股票最高达191美元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公司的云业务增长 创下了一年以来的新高 当时CEO Andy Jesse就说 亚马逊的AI会基于AWS 引起了市场的乐观情绪 不过可能是由于年初的涨幅太高 公司在破新高不久后 就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盘整 今天才再次突破 而今天突破的原因 可能和一则新闻有关 今天路透社就报道称 亚马逊要开始对付拼多多了 打算设一个低价的购物模块 专门从中国采购低价的商品 然后运送给美国 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 这是亚马逊对Timmy Shane这种低价电商的最新回应 年初的时候 亚马逊就降低了那些 卖低价衣服商家的费用 试图帮助那些商家和身影竞争 根据亚马逊和中国商家们 一个闭门会议流出的消息 亚马逊告诉商家们 今年夏天就可以开始注册 然后会在秋天开始接收商品 参与的商家可以自行决定 想要提供什么样的商品 也可以做小批量来测试市场需求 具体时间 根据一份勤简的截图 是7月5号 亚马逊会在中国义乌 正式宣布项目开启 最新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今年一季度 Timmy在全球范围内 已经累积了1.67亿的月货用户 在美国有5040万人 用户使用时长大约是18分钟 高于亚马逊的10分钟 和eBay的11分钟 2023年 根据估计 Timmy的全球商品交易总额 GMV达到了153.3亿美元 而且增长奇快 2022年四季度的时候 GMV才2.75亿美元 然后2023年四季度 就突破了66亿美元 翻了24倍 Timmy的广告轰炸 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今年3月 已经有86%的美国人 知道有Timmy 高于去年9月的75% 其中有40%的人说 在上面买过东西 而且用户不仅仅是年轻人 年龄的分布 其实相当均匀 Gen Z占了14% 千禧一代占了21% Gen X占了20% 婴儿潮一代占了17% 新的数据也相当恐怖 2023年的营收 据估计 有325亿美元 预计今年就会超过 H&M和Zara等快时尚品牌 金利润则为20亿美元 同比上涨了185% 全球的用户数量 超过了8800万 其中美国 就1730多万 这一方面显示 中国这些低价电商 强大的竞争力 但另一方面也表明 低价电商有巨大机会 会给亚马逊 带来不小的增长 最后来看看 存储芯片龙头美光 今天美光公布了财报 结果价大跌 结稿的时候在7%左右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美光这次财报 为什么引起大跌呢 是否预示着 芯片板块的某些风险呢 财报显示 公司的季度营收为 68.1亿美元 同比上涨了82% 高预期的66.7亿美元 美股盈利为0.62美元 也高预期的0.5亿美元 其中 公司的低RAM业务 营收为46.9亿美元 略低预期的47.1亿美元 NAND业务营收为 20.7亿美元 略高预期的19.2亿美元 如果简单总结 DRAM就是我们电脑里面的内存 而NAND更像是硬盘 整体毛利率为28.1% 高预期的27.1% 和去年同期的16.1% 大跌的主要原因 是公司的指引不理想 公司预计 下个季度的营收 会是76亿美元 而预期也是76亿美元 作为受益于AI的芯片股 这样的表现 显然令投资者失望 下个季度的 每股盈利预测 则为1.08美元 高预期的1.02美元 CEO在财报上 就表达了乐观预期 表示公司AI相关的产品 大概率会涨价 数据中心的业务 环比增长到50% 报告说 AI的强劲需求 让我们这方面的供给 有些紧张 预计2024年 会持续地提价 但电脑 和智能手机的需求 则趋于平稳 他还强调 他认为美光 会是AI浪潮中 最受益的半导体公司之一 阿基认为 美光这次财报后的表现 就刚好印证了 我们之前的分析 要小心市场的高期待 这次美光 仅仅符合预期的指引 已经不能够满足 投资者的胃口了 更是在反映 任何和AI芯片 沾边的个股 市场的期待 应该是超预期 而美光已经如此了 那就更别说 万众瞩目的应为达了 所以可以预见 接下来 市场对AI芯片板块的财报 要觉得会非常高 投资者失望的风险较大 值得注意 不过从一个长期 投资的角度来说 我倒是乐于 见到这种调整 财报中 我们能看出管理层 对AI还是非常乐观的 也就是说 长期的机会没有变 业绩增长依然可期 而这种短期的回撤 有利于挤出市场里面 对公司的不合理期待 让风险释放 也让未来的走势 变得更加平稳 视频的最后 想请各位观众 帮阿基一个小忙 有空的话 麻烦帮我点点 下方置顶评论中的 盈透证券IB的链接 无需注册 无需开户 就是单纯点击一下 就是对阿基最大的支持 盈透证券IB 也是我个人认为 很好用的券商之一 他们现在提供 极高的无风险利息收益 你投资账户中 没有拿去投资的现金 最高可以获得 4.83%的利息 除了无风险收益高以外 IB的另一大特点 是成本低 不仅交易佣金低 而且融资成本也很低 如果你是深度交易者 IB的交易平台功能 也十分强大 尤其是期权交易 功能齐全 而且方便上手 除此之外 他们还提供各种 免费的研究报告 交易工具 以及及时的新闻更新 所有这些功能 都可以让投资者 能够在交易的时候 获得更加全面的帮助 阿基现在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以上就今天的 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 我做得还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至于输出不易 阿基是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